我接下来要交的是合并第二个月的资料 好那合并第二个月的资料怎么样合并进来 现在要透过他的PowerCredit编辑器来去完成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呢 因为你在这个右边是不是就有一个活跃部查询的视窗 快速点两下这个活跃部查询里面 唯一的这一个查询快速点两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因为要放的是2013-3这个查询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原本的2013-2滑鼠右键点最左边这个查询 然后去做重复这件事不是复制 那我们现在直接点就是一滑鼠右键点选这边的唯一的查询 二请点重复 那我现在呢针对这一个名称 这一个新的查询的名称 我就重新命名改成2013-3 所以滑鼠右键重新命名 好第一个动作滑鼠右键点它 第二个动作重新命名 然后去写 去输入2013-3 这样子的话 其实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查询 所以呢我现在我要把2013去做来源的修改 好快速点两下这个来源 就是2013年3月的公司登记清测 好它的来源要变动 所以快速点两下这个右边套用的步骤里面的来源 然后它基本上都是用 就是说一个视窗的操作 我现在呢就要修改 修改 如果你不想修改 其实你应该知道 就是把这个2013-2改成3 好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浏览去找 就是点浏览 然后我就放在下载2013的3月 汇入确定 那你去你先去看一下 这个是2013-2 它这边它这边讲第一个是税高公司 这个20133月 这个就不一样 这两个绝对是不一样